来 京儿啊 怎么又再喝酒啊 小儿 小儿 拿酒 京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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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爷爷 你告诉我 值吗 什么事 我父母 我父母 师祖 师伯 慧可师父 还有巧儿 他们都因为我死了 可是我现在什么都做不了 我想报仇 我想把那些人都给杀了 可是我不知道仇人是谁啊 除了喝酒 好 我除了喝酒 我还能做什么 我现在 京儿啊 你不要忘了我们这次 来到京师的目的 我没忘了 只是我这心里边越来越困惑了 我已经打听到了 熊大人现在正关在密道的地牢里 处境十分危险 我不想救什么熊大人 我只想救巧儿 她在哪儿啊 谁告诉你我的孙女 就一定找不回来了 那她在哪儿啊 你 你 你 难道你就眼睁睁地想看着熊大人 被今日所害吗 就算救了熊大人 又怎么样 哪儿啊 难道说 巧儿 我父母 慧可师父 还有我义父 都能够活过来了 你 你 我算明白了 你 你呀 当初 我的无相师兄委托我 寻找一个未来的武当掌门人 希望这个人能够振兴武当 在我看来 这个人是你 你呀 看来我也有看错人的时候 我才不想当什么武当掌门 我只想救巧儿 没出息 你 你 去庞牧 哪儿 你 挺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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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这是什么 你 你来追我呀 你是大侠吗 我看你也不像啊 快把这还给本大侠 我是大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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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千岁 千岁 大事不好了 千岁 有人结狱 有人结狱了 说曹操 曹操就到了 平身 谢千岁 大人 属下这就带人前往 不必了 一切我都安排好了 许显纯 卑职在 你过去看看 是 大人 区区几个毛贼 何须动用许大人 属下就可以 宋大人 你那么急着想去 是不是 劫狱里有你认识的人啊 大人恕罪 卑职不敢 宋大人 宋大人 你有所不知啊 我这个人哪 最喜欢叛徒 因为叛徒最识时务 识时务者为俊杰 这你 明白吗 属下不明白 郭普你不要找了 熊廷碧 你也救不出来了 大人 真 宋大人 你是个聪明人 我还要感谢你 是你 帮我揪出了熊廷碧的同党 大人 这是误会啊 我今天跟你说的这话 可千万别跟你那皇帝小儿去说 大人 不识时务 不识时务 呸 呸 呸 我 不识时务 熊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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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吗 是熊大人吗 熊大人是你吗 熊大人 好孩子 我想过了 必须来 来 来 快 把熊大人救出来 不 我不能走 这 我是朝廷大臣 即使受了冤枉 也要靠利率 证明我 等我的 清白 我现在如果走了 就是逃兵 就是藐视皇上 藐视仇敌 你们走吧 熊大人 你糊涂啊 燕党随时会处决你 你这是在等死啊 对 你要是死了 谁证明你的清白 我知道 我是魏忠贤的眼中钉 现在燕党当道 他们诬陷我与金兵串通 我即便走了 朝中也就没有我的立身之地了 熊大人 你蹲大狱蹲糊涂了吧 人生终有一死 我已经想明白了 你们不要为我拿上性命 我熊廷毕 愿以死报国 熊大人 对了 我还有一事相托 我写了一本辽东册 来 这里写着 辽东的地形地貌 还有战略要地 请把它转交给我的旧友 愿重换 他看了书稿 自会明白 拜托啊 大人 放心吧 一定 你们快走 快 快走 熊大人 就此别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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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多保重 好 魏大人果然料事如神 你们这帮叛贼 到底上钩了 你是在找宋大人吗 你 给我统统拿下 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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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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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让他们跑了 格杀勿论 追 孩子们 孩子们 咱们哪 分头走 事后到郊外的城隍庙会合 前辈保重 保重 保重 静儿 走 走 你们两个 那边追 其余人跟我来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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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这 爷爷 快走 那你小心啊 徐显淳五尔 爷爷在这儿呢 追 追 孙子们 这腿脚也不够利索呀 谁带酒了 给老郑们喝两口 给我拿下这个老东西 郑爷爷 快 人来的不少啊 更好玩了 给我上 快走 早送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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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快要到 锦衣卫大首领徐显纯 还请郑大侠赐教 终于来个能打的 不过也只配在背后下刀子 拿命完 赵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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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惊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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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小子 怎么样 爷爷这本事大吧 爷爷 你这功夫果然了得呀 爷爷 你怎么了 爷爷没事 爷爷啊 就是有点累了 不过爷爷有件事 要托付给你 您 您说 不要辜负了 无相师祖对你的嘱托 这 这我明白 爷爷 爷爷 这不是熊大人给您的辽东策吗 哦 一定要把它交到 远崇焕大人手里 爷爷 您放心吧 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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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 爷爷 景儿啊 一定要把巧儿找回来 爷爷 您放心吧 景儿就是粉身碎骨 也一定会把巧儿找回来的 爷爷 我背您回去吧 好吗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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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亲生父母 无相掌门 慧可师父 生养我的爹娘 还有巧儿 义父 如今连郑爷爷也走了 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呢 不要难过了 耿玉京 我知道你心中有疑惑 跟我来吧 刚才我竟然没有发觉 这个人的任何声息 看来绝对是个高手 我竟然没有尽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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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郭璞之墓 这 这是 再仔细看一下 七星剑法 你是七星剑客 七星剑客是我的父亲 我叫郭普 郭大侠 这确实是我十八年前 写给你父亲耿京式的亲笔信 我还从昆仑山 找回了您父亲的七星剑 只可惜 那剑被我一个已故的朋友 带走了 已故的朋友 对 他叫巧儿 出来吧 好 巧儿 巧儿 我以为 我以为 我这辈子都见不到你了 我也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但是我知道 你一定会来找我的 我每天 每天都在羊腿上 每天都在等你 只能把你等来了 但是 人家过得太慢了 太慢了 太难了 太难了 好难受 玉京 我不想再和你分开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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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应过我 你要保护我的 你不许来招 傻瓜 老公 好难受 好难受 来 休息会儿 来 我不要坐 我们快点去找爷爷吧 怎么样 那老头 他肯定急坏了吧 咱们先去坐着去 先坐着去 玉京 你 你怎么了 爷爷走了 爷爷走了 巧儿 你听我说 爷爷 爷爷 他是个英雄 巧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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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巧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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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陈 Bach 爺爺 巧儿 爷爷 巧儿来看您了 我们野村仨今天团聚了 好了 好了 巧儿 好了 都怪我 巧儿 巧儿不怪你知道吗 这件事怎么能怪你呢 都怪我 我不应该把爷爷一个人留下的 巧儿 爷爷那么好 他不会怪自己的亲孙女的 不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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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干一胆 一护脚 好几种天 有心人间 一生最难得糊涂 巧儿 干什么你 你别拦着我 让我今日被爷爷 被爷爷醉一场 我们三个人好不容易 又聚在了一起 小花 姨姨 义父 不 巧儿他回来了 我们一定会带你回武当的 你最好离我远点 巧儿 你最好离我远点 你怎么了 玉京 你保护了我那么久 我从来没有为你着想过 太危险了 凡是跟我亲近的人 都已经死了 巧儿 你要小心 傻瓜 保护你 是我们自己愿意的 你刚才自己都说了 跟我们亲近的人 现在都离开我们了 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我和你了 你让我离开你 你让我去哪儿啊 你让我去哪儿啊 巧儿 巧儿 对不起 我没有保护好你 还有郑爷爷 对不起 我这一辈子我都对不起你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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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傻瓜 这些事情本来和你就没有什么关系 你没有对不起我们 以后对不起这种话 不许再说了 雪儿 我都已经想好了 你知道吗 再做两件大事 咱们就走 我们去哪儿 我要娶你 咱们找个没人的底儿 种地 打猎 生娃儿 过最最最最最 最安逸的生活 那不行 我们还没有父母之命 没说之言呢 你说 你嫁我不嫁 那你说 你娶我不娶 娶啊 当然娶 你呢 嫁不嫁 嫁 这不就对了吗 娶儿 经历了那么多事情 我现在只有一个愿望 就是这辈子 我都不要和你再分开了 我都不要和你再分开了 我只要娶了你 什么都是过眼云烟 我都要你快都不想 除了吗 你再不把你当初 我说了 你怎么能不能 我只能不能 我只能够 我只能不能够 你只能够 你我们三个人 有什么都想不想 你你会怕 此后 不然 这酒壶 曾经是爷爷生前的最爱 现如今呢 他到了那边 总要有一件顺手的酒器 之前不想让你喝太多酒 是因为喝酒伤身体 现如今 我和玉京 还有几件事情要去做 不能经常来看你了 就让这个酒壶 代替我们两个人 陪着你吧 爷爷 你放心 巧儿长大了 巧儿 会照顾好自己 不会再像以前一样 那么任性 而且还有玉京呢 我相信他 会信守承诺 守护我一辈子的 郑爷爷 你不离开吗 什么呀 是说什么呢 是说的 人家是想事 公司 了 你不离开 我一直不明白 是到如今我才明白 要做到 真自然 真的好难哪 所以我一定会珍惜 这段缘分的 我要珍惜自己 珍惜你 有余事 我一定要当着爷爷的面前提一提 才能够解开心里的结 看在你之前那么难过的份上 我 我原谅你了 不再跟你计较 背着我去寻花问柳的事情 我那是被迫的呀 那你承认你去了 爷爷 那你听到了 他说他是被迫的 那我原谅他了 你来 各主 起来说吧 是 京城传来消息 熊廷碧已被斩首示众 你已是在哪里 好 好 终于解除了我的心头之患 后面的事情准备得怎么样了 那篇书已有对策 希望他说到做到 不要扫漏我的兴致 前辈 对 这么多年 您是怎么过来的 当年我从辽东回到朝中为官 名义上是位金鼎合作士 实际上暗中打击燕党的势力 所以魏忠贤把我视作隐正钉 我只能假死脱身 隐于江湖 那现在可还有人知道您还活着 魏忠贤应该是有所察觉的 所以他才挖开了我的墓穴 看来这燕党 也没有我想象中那样无能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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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知道的 但是据江湖传言 你的外公是被以黑衣人所杀 而且以此来陷害你的父亲 父亲之死 我姨父已经告诉过我了 那个黑衣人我已经领教过了 他究竟是什么人 当年我与那黑衣人交过手 他被我所伤 我的七星剑法 在他的胸前留下了七点伤痕 胸前的伤痕 给我 给我 快给我 他给我 给我 他给我 前辈 七点伤痕 只有七星剑法可以做到 是吗 是的 这 这不可能啊 玉京 玉京 你想到了什么 没 没什么 兴许是我大意了 以后 我一定多多留心 你虽说是个习武之人 身上却毫无杀气 这点太难得了 毫无杀气 那岂不是习武不成了 不 你虽然有杀人之力 但无杀人之气 从你身上只看到一点 也 那就是静 习武之人如果杀气十足 风马外露 必然会让人产生防范之心 但是你的静 给人以安定之感 这种东西 不是三言两语 就能装扮出来的 而是需要一种 由内而外的淡定 这种淡定的源泉 来自于你强大的力量 不仅仅是武功 还有证 前辈 您真是过奖了 还真没有人输过我净 你如此成才 也可以告慰你父亲 在天之灵了 擒贼 先擒王 我打算刺杀魏忠贤 你要刺杀魏忠贤 慢点啊 安心 走来玩啊 走来 走来 走来玩啊 五 五 五 好 好 七伯 卫中贤 咱们来这青楼 干些什么呀 你不是要 擒贼先擒王吗 真正的王就在这里面 魏忠贤 他在这儿 对 这里是我花了很长时间 才找到的 这里看似一座青楼 实际上 是魏忠贤一党的新窝点 前辈 我可以进去杀掉他 玉京 你要想清楚 我为什么潜伏了二十年 都没有动手 你杀了一个魏忠贤 怎么能够保证 不会有一个李忠贤 赵忠贤 前辈 我明白了 稍等我一会儿 马上回来 好 你 坐下 牛 嫂 grac Whoops 走 少侠 少侠 饶 饶命啊 你要是敢说谎 立刻让你身手一冲 不敢 不敢 你为什么杀害了熊廷毕大人 他 他 他盘国偷敌了 你蒙蔽皇上一手遮天 祸国殃民扰乱朝綱 是否该死 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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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该死 你死一百次都不够 是 是 是 少侠 少侠 说话 说话 你想要金山 银山 高管好路 老夫全能给你 伟严 事到如今 你还是不知悔改 少侠 你有所不知啊 你说我容易吗 我终日提心吊胆 不都是为了大明吗 少废你 答应我个要求 小爷 我饶了你的狗命 小爷 请假 从今以后 你要是再敢残害钟粮 哪怕是天涯海角 小爷我也能取走你的向上人头 不敢 再也不敢了 我若食言 请取我人头 不敢了 巧儿 哥 你看 真的是巧儿 你们可算回来了 巧儿 你回来了 你真的回来了 来 小心啊 巧儿 慢点 放心吧 我们没事 你的脚怎么了呀 快好了 没有大碍了 我都想死你了 巧儿 这不苍狼到底要干什么 区区武当竟敢跑到京城来闹 他 他 他竟敢来威胁我 千岁息怒 这些武林草莽 我本想留下他们 有朝一日让他们为朝廷效力 可他们倒好 无法无天 如果再这么下去就 千岁息怒 息怒 千岁 以属下看来 这某掌门也太在于他那个 武林盟主之位了 以至于让千岁犯险 这实属是不该呀 再说了 现如今各地叛乱不断 如果这些武林人士 能为朝廷马首是瞻 固然是好 可一旦不能如此 就怕有朝一日 他们会成为 另一股反叛势力呀 这武当逆贼 实在是咱家的心头大患哪 无量 手下在 你持我的令牌 素语东长四虎 率领锦衣卫 千岁的意思是 是 率领锦衣卫 当平武当 剿灭我心头之缓 到那时候 武当的掌门人 自然就是 你了 谢千岁 本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吴瑟长老不悔事 他们都在武当山 我不能看着武当 被这些人给毁了 既然如此 我愿意与你一同前往 武当弟子亦不容辞 我也去 玉京去 我自是同去 这真是天赐良机啊 大明的气数尽了 到了这个时候 大明竟然要消灭武当 这真是自己关上了自己的南天门啊 大汗 那这次我们 金阁主 你即刻召集灵雪阁高手 即日出发 务必趁此机会控制武当山 大明竟然要求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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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亮哥 我是来跟你告别的 今日我就要去道观出家了 从此以后 你我各自安好 亮哥 你多保重 不必再为我担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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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马上传信给蓝水灵姐弟二人 要他们立即返回武当 可笑 要我害我自己的徒弟回来自投罗网吗 他们都是武当的弟子 回自己的门派如何叫自投罗网 你们 牟沧浪 你这个卑鄙的小人 既然你要保护那两个武当的叛徒 那我只好清理门户 你究竟 谁还是不嫌 bum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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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量天尊 战门 再三确认 绝无差错 你看清楚了 马上去拜 是 快去快回 是 走 走 师探 你需在五日之内找到耿玉京 用他手里的秘籍 来换蓝水灵 过了五日 水灵小命难保 师父 我已经没什么好牵挂的了 今日死 百年后死 都是一样的 你要杀便杀 何必麻烦 不急 我还会传信给东方亮 叫他和你一起死 你做这么多坏事会遭报应的 葷楼 监伦派东方亮 前来勿当挑战 东方亮来了 他用内功喊出怪的声音 杨颜要挑战 这个呆子 除了挑战就是挑战 他明明是为了水灵来的 还总说自己来挑战 他用内功炊劲喊出的声音 飘散极远 看来他的功力又有所长进 老子相 是谁在把守 是卿城派的道学夫妇 你就是东方亮 小子 快下山去吧 我们不为难你 来 来吧 如意细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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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亮已经到了剑禾桥 好 东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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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驾 驾 驾 来 掌门 东方亮刚刚杀死了大盗磐石 知道了 那让陆寒和宣聘去准备一下 是 好 水灵 你再忍忍 我马上就来救你 小灵 真是情痴剑痴啊 可是好男人为什么都离我这么远呢 我们已经等候你多时了 水灵在哪儿 想见水灵 恐怕你没这个命 功夫再高也有力竭之使 能走到这里已经是你的造火了 早日投降 免得受苦 小子 你还真狂 来吧 出现吧 小子 你还真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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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来了 老夫已恭候多时了 水灵在哪儿 好 将蓝水灵带上来 你怎么来了 我来救你出去 谁用你救 你快走吧 我不想再见到你 你快走吧 我不想再见到你 老夫还真的糊涂了 老夫还真的糊涂了 我们之间的事 与你何干 怎么会与我无干呢 这姑娘的弟弟拿了我的武当秘籍 你 而你又与他互生情愫 你如今武功进步得如此之快 定然是偷了 武当的剑法 不用武当剑法 我一样能打败你 你这是什么功法 你这练的是什么功法 你 你这是邪术 我要的是天下第一 什么邪术证书的 今天你将我逼到柔子境地 我让你看看这功法的厉害 真凭陆寒 你们在看什么 这小子火候未到 将兴运功遭了反噬 快快给我拿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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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你快跑 你打不过他们三个人的 你快跑 我要你活着 水灵 你快跑 水灵 我不走 我要把你救出去 你快走 我要把你救出去 你再不走就死给你看 你快走 快走 走 快走 玉香 是掌门他 他强行运功 再加上连续战斗 玉京走火入魔 就让他自生自灭吧 进入武当地界了吧 快了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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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休息一下吧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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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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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主 所有的兵马 所有的兵马已備齐 好 大家修整一下 准备进攻武当山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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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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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东方亮那边如何了 启禀大人 东方亮最近不知道在修炼一种什么血派武功 与之前判若两人 武功是长进不少 不过最后还是被毛苍浪打败了 那他现在人哪 属下亲眼目睹他坠下山崖 生死不明 驾 大人 我们已经进入武当山地界 为何在此停歇呀 急什么呀 这武当山又跑不了 再说了到了武当山必定有一场恶战 让大家养精蓄锐 大人说的是 大人 吴亮好像故意放慢了速度 这是为何 他这样他这样对我们有利 等关外的队伍一到 我们便可离莹外合 一举拿下武当 小林出说的 吴亮 加水灵啊 快 分啊 终吴亮 快 никак 我开启 assisting 他到生了 gute 有什么事了吗 看着像是吐司少爷 在召集人手 咱们快去看看 兴许能打听到 东方大哥和水人姐的下落 走 走 各位族人们 兄弟姐妹们 如今的武当 已不是从前的武当了 谋藏了勾结官府 羁押百姓 把我们武当山最珍贵的药材 全部搜划一空 前几日 我们寨子的水灵姑娘 被牟藏了派人给抓走了 至今生死未捕 我身为吐司之子 不能坐视不管 水灵姑娘太可怜了 父母双亡 她弟弟至今生死未捕 可不是吗 我们要是再不管 就没人能管了 我决意上武当山救人 希望各位族人定力相助 但我绝不强求 各位全凭自愿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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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吐司少爷 救少爷 我去 玉京在此谢过大家了 玉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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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了 我回来了 我们土家寨子永远都是你的家 土家的兄弟们永远都会和你在一起的 对 兄弟们 对 来问上武当救水灵 救水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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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这是我昆仑派的上帝 你大胆 救水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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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不要 不要 不 父亲 父亲 亮哥 水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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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水灵 水灵 不 我舍弃的人一切都是为了你 你救不了我 也救不了你自己 不 水灵 我舍弃的人一切都是为了你 你看看你自己 还怎么救我啊 水灵 水灵 我们走 水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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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谁 我是谁 中方公子 你醒了 这是哪儿 这是哪儿 这是武当山的一处山沟 我怎么会在这儿 宋先生 是我 水灵呢 水灵呢 中方公子 你先把药喝了 你的冰啊 需要静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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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 好 好 西江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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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完手啊 玉京 这次上武当山 我精选了百十名勇士 再加上有你们这些人 营救水灵 应该是十那九稳的 多谢吐司少爷了 不过 我们这次去 不能只救我姐姐一个人 小心啊 那你的意思是 把武当山被看管的一众长老 和弟子都救出来 大家都小心一点 听说牟苍浪 为了给朝廷供应药材 原来的武当弟子 现在都被强制制药 山上的防备十分严密 即便救出我们如何下山 总会有办法的 走 走 出发了 出发了 来 出发了 都跟上 跟上 大家小心小心下 注意点 来 出发了 出发了 好 小心点 走 都跟上啊 走 走 行业奸程 辛苦了 为大汗效力理所应当啊 行业奸程 辛苦了 朝廷的兵马就快到了 诸位可先去我处休养 好 请 这把七星剑果然不凡 此去武当山我们势单力薄 不知道了之后玉京想如何行动 我也还没想出办法来呢 这武当山虽然我没有去过 不过据我所知 这深山谷叉一般都会有些机关暗道 只是一般人不知道罢了 我小时候倒是也听师祖爷爷提起过一些 不过 我知道啊 要说这武当山上面的机关暗道 没有人会比我更清楚 不过从山下到山上的暗道只有一条 只有一条 没错 而且这条暗道只有无相掌门 和我爷爷知道 巧儿 那这暗道到底在哪里 在南岩宫 而且开启暗道 必须要用无刃骨剑 无刃骨剑 我爷爷说过 在南岩宫龙手石下三尺之处 便是暗道开启之地 随后 南岩宫的玄武大帝神像后面的暗道大门 就会打开 同时山底下的暗道门也就开启了 是 如果是这样 那我们必须要有人先潜入上山 没错 难就难在这个地方了 那无刃骨剑 在我们离开昆兰山的时候 我交给姐姐保管了 可是你姐姐被抓走了 放心 咱们这么多人一定能把水灵救出来的 也不知道 我表哥现在身在何处啊 怎么样啊 这次交手 虽然让我身受重伤 反倒是让我的功法完整了 也算是因祸得福吧 要说东方公子的运气可真好 要不是我到山林寻找炼剑的材料 途经那里 你就悬了 死了 不如恺比了 你还能让我把死了 你得抓到我子的死 你ớ然 现在想要去莲子 你老是乡的人 竟然是我宋某不会的呢 还真有 这个一件两个字啊 本该早就课完 都怪老朽了 当初失手大番药水 致使一字尚未课完 本想上武当山 寻找原材料 不过 还是没有找到啊 这有些事情 是天意 宋先生就让它顺其自然吧 既然如此 那便顺其自然吧 对了 接下来你准备 我要上武当山 bolt lan 这件 我就交换与你 多谢宋先生 无客气 江湖 叶子 叶子 大人 大人 快去禀报 就说武当的新掌门到了 新掌门 大人说的是某掌门 他就在山上 快去告诉牟沧浪 就说以后武当的掌门 就是无量道长 是是是 大人 关上山门 不许放走一个人 大人的意思是 当然是一个也不留 是 杨皇和崔英元哪 还不知在何处 叫他们赶快抓紧速度 是 掌门掌门 不好了 何事惊慌 无量带着锦衣卫 已经封锁了各个锦要关口 已经杀上山来了 什么 你看到的是锦衣卫吗 他们还说现在的现任掌门是 是 是无量 好你个魏忠贤 你这是要将我当做弃子舍掉啊 马上召集人手 是 走 这次事关重大 我们人数太多了 目标太大 郭大侠 你和我看看 能否先救出一些武当弟子 与我们配合 好 那我就和土司少爷 带着土家兄弟 想办法去寻找一下密道入口 我带上燕儿 先去看看我爹和水灵他们 在什么位置 好 我们兵分三路 上山 好 车主如此深 不知道车上运的是什么 来 怎么了 大人 大人 怎么了 没什么 可能是我听错了 快走吧 无量他们在紫桥宫等咱们呢 走 驾 驾 所有人继续前进 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到了 看来我们要尽快了 我想魏忠贤为了报复我们 这些人 可能给无量下了武当灭门的命令 这个魏忠贤真是狠毒 走吧 不是 合适合适抗 鞠手 能锁到这儿了吗 已经水封了 变成了 还是坐着 主要呈火可 伍杰 先看看好戏 无量长老 无量长老 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 记着 从今往后在这个世上 再也没有什么无量长老 只有无量掌门 无量长老不能再杀了呀 当然要杀 杀 没想到在山脚下能碰到你们 东方大哥 你等一下 你身上背的可是无刃骨剑 你怎么知道我这把剑的来历 无刃骨剑的材质独一无二 我们正找这把剑呢 这把剑是开启密道大门的钥匙 钥匙 天然云铁拥有磁性 雌雄是一对 若是将这无刃骨剑 放在南岩宫龙手石下面三寸之处 便可开启密道大门 这把剑还有这个用途 东方大哥 你先再速去南岩宫 帮我们开启密道大门 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密道 上山去救人了 好 我这就去 哥哥不过 det 再速到那了 我这就去刀铁匙 之小铁匙 一分岩宫 卑舌 我就说行 冰 禀大人 帝氏险要 此地一手难攻 我们冲了两次都被打回来了 好 大人 要不要我们 一会儿再说 去 是 莫泽兰 你跟违抗朝廷吗 无量 你这个败类 我留你不死 是想让你为武当做些事情 没想到今日你竟想毁了武当 莫泽兰 你别虚心假意了 先跟朝廷合作的是你 先占领武当山的也是你 是你把武当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怎么 你还来谴责我 我当这个武当掌门 是为了武当永远立于武林之首的位置 这也是武当历代掌门的愿望 历代掌门的愿望 可笑 你彼此无相 你还有脸跟我说这些 多说无意 你可否跟我比一场 如果我赢 你就自稳于此 若是你赢 那便是我死在这里 牟丧郎 你以为我无量是傻子呀 上 好戏就要开始了 牟丧郎 看到了吧 这是卫大人 让我荡平武当的 想灭了我们 你也太狂妄了吧 人跑 你不要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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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大家快点 快 快 快 走 走 小心 快快看 快看 紫萧锋怎么冒烟了 快看 怎么了 冒烟了 冒烟了 你看呀 快看 快看 你看那边 走 走 刚才那惊天巨像是怎么回事 还有那燕 看似好像是从紫萧宫里冒出来的呀 听说无量带着锦衣卫 上上来的目的就是取代谋仓了 什么 无量的 锦衣卫 看样子他们是偷靠了 魏忠卫 看来我武当最后还是毁在自己人的手里呀 摸沙拉 武功再好 还有何用啊 就连宣碧师带都 武 武量 武量 武量是疯了 毁我武当 这笔账 我们在乌鸦岭跟它算 是 撤 武量 这个丑我猛苍浪一定会爆的 我发誓 走 快 追 追 追 干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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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用干活了是不是 是无色张老 您有什么事 吩咐我们就好了 您老往这儿一站 这大家都不干活了 武当就要完了 还干什么活啊 这掌门可吩咐过了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这制药都不能停 再说了 你们可别忘了 各位可都中了这 夺命断肠散的毒 要是再过三日没有解药 没有解药 这可怎么 看来我武当 武当不出三日就要完了 七星剑客 七星剑客是我的父亲 我叫郭普 众长究竟 一向 离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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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境回来了 无色 师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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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师祖没事的 师祖没事的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啊 你们看呀 玉境已经长成大孩子了 是 是 是 对了 我姐姐呢 水灵他不在这儿 这里都是些武当山的老人 和一些炼丹的道士 是谋苍朗逼着我们 在这里给他炼丹 水灵应该被他单独关押着 至于关在哪里 我们也不知道 既然如此 我先带你们下山 然后再回来找我姐姐 不行啊 我们还不能走 怎么了 我们所有人 每日必须服毒命断肠散 然后再服解药 日复一日如此循环 这里虽然守卫不多 功夫也不好 但是没有解药的话 就算我们出去了 也活不了啊 这个谋苍朗竟然如此怠毒 我们必须尽快找到解药 别动 英雄扬命 解药在什么地方 我只知道 每七日 我等去到紫霄宫领药 但药不在紫霄宫 我真不知道啊 紫霄宫 走 你们是在干什么 大哥 哥 他们被勾了舌头 这都是什么药啊 管它是什么药 赶紧找水灵去吧 走 站住 站住 别追了 这是药房 快找解药 快 找找 对 这个就是解药 解药 对 太好了 估计他们以为我们是谋苍朗的人 以为我们看到他们逃跑 所以才跑了回来 不悔师太 不博士叔 请你们二人速将解药分于众人 好 好 龙首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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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义玄门剑法 阴在阳内 阳在阴中 阴阳合一 出口到了 这地方好大呀 这些是 这么多兵器 这个地方是武当山的军械库 以前常听爷爷提起 说这里珍藏了历代武当山的药方和兵器 真没想到武当山还能有这样的地方 是 兄弟们 大家都快点拿一些兵器和药品 我们得赶紧上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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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